新闻局驻多伦多台北经文处的新闻组长郭冠英 被民进党的立委质疑说 他曾经以比宁范兰青在网路上 发表鄙视台湾的言论 不但说台湾人是台八子 还说台湾是鬼岛 引起民进党立委群起围剿 要求新闻局长苏俊斌将他撤职查办 原本应该帮政府美言的新闻局驻外人员 却因为网路发言引发争议 是中华民国驻多伦多台北经文处的 新闻组组长叫做郭冠英 他长期闲闲没事干 三天两头就有一张文章 就会有一篇文章po在网路 用化名叫做范兰青 他把台湾人叫做台八子 他说台八子要专政 不能有任何政治开放 一定要正反肃反很多年 做好思想改造 彻底根除癌细胞 称台湾人为台八子 这还得了 民进党立委群起围剿 要马上把郭冠英调回 要把他招回 马上撤职查办 一个污蔑台湾 一个不认同台湾 他适合担任台湾的公务人员吗 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台湾是一个阶岛 你如果台湾是一个阶岛 你那不就是阴甘的扣钱 不过新闻局说还要再深入了解 任何对台湾有情感 认同中华民国的人 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论点 跟这样子的文章 但是是不是国务员所为 我们必须还是有个查证的程序 必要的时候 我们也会请他回国来说明 当事人多伦多台北经文处的 新闻组长郭冠英 没有对这件事情做出回应 网络发言即使用了笔名 还是要小心为妙 中文新闻蔡木齐 黄安晴 台北报道